好各位同學我們開始上課啦 那因為老師今天有事情今天由我來來課 那今天要上的是物體分割和物件識別 我們目前教的應用任務 課程裡都是應用 我們現在要教都是應用任務 那理論課程大概都在第七八堂 就結束了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一下我們的課程內容 好那我們目前的學的都是一個很簡單的classification 就是一張影像我們要預測它是什麼 那就像是這張圖它是貓我們就預測它是貓 那我們在醫學影像上可能就是 來預測我們的有沒有肺結核或是肺癌 但真實世界不會是只有一個物件 可能有貓和狗 那請問一下我們要把它當什麼 這個是真實世界會遇到的事情 但是我們之前學的深度學習任務 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了 所以classification是一個經典任務 那我們目前 已經會做的這個經典任務 還有另外一個叫做 localization 那什麼叫localization 就是 同樣一個single object 我們只知道它是貓 但我們還要知道貓在哪裡 這件事情會不會很難做到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之前學的 像是我們之前在看鯊魚在哪裡 所以這個也沒有很難做到 但是後面的東西就有一點難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一些進階的任務 因為single object 影像是一個少數的 大部分情況都是一個multiple object 就像這個圖片可能同時有貓 和狗 還有鴨子 這張圖到底要做什麼樣的分類 我們不知道甚至更進階的segmentation 我們不只要拉框 還要把物體的邊界給分割出來 那我要想問一下大家 是左邊的拉框任務比較難 還是右邊的物體分割segmentation比較難 那其實就是跟大家講 實際上其實是objectation的任務比較難 大家可以想一下 它的框框數其實是固定的 你現在根本無法想像outcome長的是什麼樣子 可是右邊這張圖 segmentation 你是可以想像outcome是長什麼樣子的 就像你想要把segmentation 把這個人的segmentation出來 input這張圖的outcome 就是這張圖就好了 那是不是就是input output的一張圖 那這不就是一個autoencoder的結構 就是反卷機再反卷機不就好了 所以segmentation 其實真的沒有這麼難 每次我們在學新的任務之前 我們都要決定一件事情 就是input output是什麼 所以在segmentation 我們知道 input output都是張圖 那我們要看一下下面的圖要怎麼分割出人 我們會 大象 我們也會 簡單來講就是這個人啊 我們只要input這張影像 那output是這張黑白圖 那這樣不是一個分割圖嗎 那大象也是一樣 input這張圖 output是這張 黑白的圖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知道我們的chaining 就是input data跟output data都是一個圖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比較難一點的 同時我們要抓出大樓的車子和馬路 要怎麼做勒 那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們可以有多個channel 馬路一個channel 車子一個channel 大樓一個channel 多個channel就可以做預測 好那我們接著我們就是來 來使做我們的sigmentation 那我們就是用這個dataset 就是我們要把我們的細胞膜弄出來 這個任務就是要在 這個任務難在就是我們要把這個細胞和黑黑的這一塊給去掉 那我們就先把這邊有個資料集可以下載下來 我們先下載下來 那我們下載下來之後 我們會有這個檔案 那這個檔案裡面有三個資料夾 一個testable test 這個是我們的test的資料夾 那個這裡是training level 就是我們的預測圖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是我們的預測圖 就是最後的label的圖 那這個test的圖是我們的 就是training data OK 好大家就是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如果是training data 我們執行一下 他會長什麼樣子 可以看到 這就是我們的training data 那output的圖是 這樣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這就是我們的output data 那接著勒 我們就是先寫我們的 Iterator 那我執行一下我們的 Iterator 我執行一下 執行一下 那可以看到 這就是配對好的 這邊上面是training data 下面是我們的label 那這邊就是我們把我們的training 開始當成 我們的data training外就是我們的label 然後 那我們的model architecture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從model architecture 我們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 這個網路不是要變小 是不是要變小 所以用卷機慢慢卷小 再用翻卷機回去 對不對 所以這個網路 不可以用 Recedure learning 但是這個網路也很深 所以我們需要用的是 benchmodalization來幫忙 好那這個網路的data 進來 先進來之後 要先過我們的bench normalization 再過我們的cnn rele 先過cnn 再過bench normalization 還有rele 再也是pooling 以此類推 然後到我們下面之後 我們會有一個deconclusion 這就是我們的 Autoencoder的結構 那要注意一件事情喔 你的outcome一定是0或1嘛 outcome不是一個連續數值 因為要碼是 就是白色 要碼就是黑色 所以白色就是沒有被切出來的 所以應該要輸出一個機率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 Loss Functions 部分 所以要用我們的 Close Entropy的 Loss Functions 那我們來執行一下 我們的 Model architecture 就是優化器選擇是SGD SGD 那接著我們就去執行一下 我們 就開始訓練我們的資料啦 那這個訓練會很快 因為我們的資料很少 所以很快就訓練完 好 這樣我們的訓練就完成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Training Data 我們預測 我們的Predit TRAining Data 下喔 好 開始預測 這個 好這就是我們的 預測結果 那有沒有看到我們這個Autoencoder的結構 那我們確實它在細胞核的部分 是有 有比較好的效果把它做分割 好 那接著同學我們就開始做一個練習 我們用這個UNET的結構 那大家在練習之前我們前面的部分也先幫我執行一下看能不能用握課 然後並比較去改這個UNET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個UNET 我們是希望你去改寫model的arch teacher 那我們是用2015的paper叫做UNET 那這篇paper是在做什麼呢 網路不斷用CNN往下再用反卷器回去 你看它往下是用max pooling 然後往上是up conclusion 所以它是一直往下沒有辦法相加的 會往上回去也是沒有辦法相加的 所以可是這兩個shape 一樣它是不是就可以相加 就是在這邊如果是256乘256 那這邊也是256乘256它就可以把它疊起來 所以在convolution疊過去的時候 我們這邊往上就是假設我們這邊是 512 128 256 沒有 等一下喔 只要這邊往上 跟這邊的shape是一樣的 它就可以疊起來 那再往上deconvolution 然後一樣把它疊起來 所以因此這邊就有好幾個直通通道 那注意一件事情喔 在這個東西只有在segmentation才能用 在autoencoder的部分 如果使用的話你就是把 圓圖告訴了它 所以在autoencoder的結構是不能用的 只有在segmentation才能用unet 那大家就是把前面的work 前面的程式碼執行一次讓它work 然後再改成unet 然後給大家一點時間來做 然後大家要吃便當可以吃便當 好大家開始啦 那 現在這個unet 這個最關鍵的architecture 關鍵就是在於 直通通道 那這個不會很難 跟前面的是一樣的 只有在 呃 我們的architecture這裡 就是 concade的這邊 我們要把RAID6跟RAID4 concade在一起 那我們先來執行一下 先來執行一下 然後 我們的 RAID6跟RAID4在這邊 就是 n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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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假設我們是512512的data 那它的radius6它的shape就會是64乘64 那我們的radius4它的dimension 也是64乘64乘64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才能疊起來 那這就是我們在這個unet最關鍵的部分 就是在直通動道的部分 我們需要dimension是要一樣的 這樣才能執行 好,那我們來重新執行一下 然後也讓它training看看 好,它開始訓練 然後 再預測 好 好 一樣可以看到它的預測圖長這樣子 那也可以看得出來它在細胞核部分 它發現 就是上採樣三次 會比 比較好 然後我們在這個 這邊 我們是要把 我們的三個東西 concade在一起 所以我們的upputshape 那原本輸出就不太一樣 另外我們這邊還多了個up sampling 有點像pooling的相反 就是把它放大 這樣我們看才有很多 直通通道 然後一起把 review 3 up4 跟up5 疊起來 那我們就訓練看看 自行 好,那我們就開始訓練 訓練 好,訓練好了 我們就預測吧 好吧 好吧 那它的預測 我就不執行了 我們就來比較一下 下面的 這是 前面的 類似autoencoder的結構 這是unet 那這是我們的 4D Conclusion Network 那可以看到 在4D Conclusion Network 好像 預測效果好像也沒有來的 比較好 那它在細胞核這邊 就沒有很完美的預測 沒有前面兩個model的架構來的好 那這個東西 也沒有說是一定啦 這個我們就是 case by case 好,那我們前面教的 segmentation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那大家就會覺得 就是 只要做這個任務 其實不用害怕 好,那接著就是我們的 物件識別模型 我們要開始教我們 物件識別模型 appreditation 物件識別模型比較難 最難的地方在於 是我們要怎麼 預測不定的框數 另外如果遇到 物件重疊的話 要怎麼預測 大家可以思考看看 我們先從最簡單的部分 思考 預測的upcheck 可不可以不固定 顯然是不可以的吧 這就像是數學函數 那數學函數的up shape up output shape 有可能是不固定的嗎 我們只能訓練參數 又不能訓練arch teacher arch teacher 是我們先定好的 今天這張圖 它要輸出100個框 規定就是100個框了 我們頂多可以規定 輸出最多100個框 所以如果model認為這個框不好 我們就把它去掉 不要顯示出來 所以這張圖的output 最多就是產生 100個框給車子 100個框給人 等等 每一個物件最多就是 100個框 頂多顯示的時候 不要顯示這麼多 這麼樣一來 output shape 才會固定 那實際上物件識別要怎麼做咧 那我們就是要分配100個框 所有圖像任何位置都可能出現的物件 是不是要做一個均勻的掃描 實際上我們會選一個後選框 就是sliding window 然後去搜索物體大概在哪裡 那這個後選框 我們可以把它想成卷機神經網路 去掃描這張圖 去看它是不是 看它是不是什麼 然後它是不是什麼 這樣是不是就簡單多了 但是它還有一個難的地方 今天框到這裡的時候 它發現這是一台車子 那可是這個 是不是需要 往左邊一點去修正 那不然它的邊界可能就拉不太好 這樣所有 所以物件識別模型 除了要預測它是不是某個物件 還要做框的修正 如此一來 問題是不是簡單多了 這樣的卷機神經網路 除了要做classification以外 還要做框的修正 修正的預測 就是框的大小啊 長寬等這些左右位置的資訊 是不是要做一個 regression 修正除了框的大小 還不含 包括位置的修正 因此物件識別模型 要輸出五個資訊 哪五個資訊呢 第一個資訊 預測是 它是不是什麼 第二和第三 長和寬的縮放 第四和第五 就是左右和上下要偏移多少 所以我們至少要輸出五個資訊 那第一點我們預測它是不是什麼 不一定只有一個 要看物件的類別數 類別數 像是要預測車子或是人等等 但重點是後面四個框的 邊界框的預測 那接著啊 如同一張圖 預測多個框 那我們要留下哪個框呢 我們有一個技術叫非最大抑制法 就是預測最大的距離 把它留下來 那小的我們就不要了 除非小的跟大的沒有重疊 那重疊我們也可以自行定義 重疊的百分之幾才算重疊 但這個方法具有幾個明顯的問題 這就是我們要搜索的框的數目非常多 長寬比我們無法 就是長寬比是無限的 我們不可能自己做出來 所以長寬比一定要用預測的方式 好那我們要開始介紹我們 Archid Detention一系列的paper 那我們第一個work的是我們的RCNN 這篇paper是在說什麼類 它希望就是找一個捲機神經網路 一直掃描所有圖 然後預測我們剛剛所說的五個資訊 其中四個是邊界框的預測 另外一個類別 另外一個是類別預測 可是這樣的運算量會不會有點大 你想一下捲機神經網路 這樣掃描要多少運算量的資源 如果那個神經捲機網路 是想要鎖定32x32的這個size的大物體 那圓圖是1000x1000的 那你要每個多少去掃描這個一次 掃描一次 這樣的運算量就會很大 就是我們看這邊 假設我們的圓圖是1000x1000 那我們要掃描的框的大物體 大概是32x32個物體 那我們每次掃描都要做一次的運算 那這樣的運算量 而且你還不知道 你要每個多少 就要做一個掃描 所以這樣的運算量 其實是有點大的 那所以搞不好 如果是32x32的捲機 可能還少不出太大的物體 所以搞不好還需要一個32x32的捲機 也可能需要64x64的捲機 也可能要128x128的捲機 這樣的話會做不完 所以它不是這樣做的 所以它是要先用一個選擇信搜索的技術 那它的這個選擇信搜索技術是怎麼做呢 其實很簡單 其實就是 在圓圖 原本的圖上 做一個色彩的大致上的一個區隔 那做完之後 它會變成一個一個色塊 一個一個色塊 然後去做一個拉框 做一個框 拉一個框 那一個色塊的長寬比 我們一定知道 一個色塊的圓圖 去做一個神經捲晶網路 這樣就可以大量的減少運算資源 所以前面這個概念是先依據 色塊做大致上的分類 然後再做分割 產生可能數百個圖 然後將所有圖全部丟進CNN 然後CNN就可以去預測它是不是什麼 再加上框的預測 這樣input是一張圖 output就是那五項 這樣本來就 本來的不定數目的output 預測 就變成了五項output的預測 我們就搞定了預測 那我們還需要知道 training data要怎麼準備 training data就是用同樣的方法 所以每一張圖就會產生數百個圖 這數百個圖我們就可以把這五個資訊標註上去 但這個模式仍然非常浪費運算資源 所以這個方法已經被淘汰了 我們要來看一下我們下一篇的研究是要怎麼做 在介紹之前 我們的就是你覺得 Sliding window這樣少是不是一個很像捲機的概念 那我們知道捲機器是一個線訊運算 我們之前介紹了Network in Network 他說捲機器是線訊運算這個不好 想要用MLP去做捲機 他也發現這樣的效果蠻好的 就是用1乘1的捲機去堆疊 那現在我們也一樣遇到相同的問題 我們是不是可以先用捲機 共用捲機 然後他的三處是share的 所以我們可以一起做捲機一起做預測 然後選擇性搜索這一個步 這一步就可以先去掉就可以了 我們固定某個size 掃描過去就好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這篇Fest RCNN 我們的一個圖 先進捲機神經網路之後會輸出高階特徵 而當初的選擇性 而這篇Paper其實原本當初是選擇性搜索的時候 還有保留的 把每個高階特徵分割成一樣的區域 那假設圓圖可能是256x256 上去到高階特徵是32x32 那丟到 而丟到選擇性搜索 有些框可能比較大或是比較小 但是這樣的size是不是不固定 所以他就把它pooling在一起 這樣不就是可以做MLP了 我們把剛剛不同區域pooling在一起的部分 這個叫做興趣區域磁化成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architecture是會動的 對於不同的圖architecture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東西在predict的時候是比較快的 因為是一起捲機再做選擇性搜索 然後再做預測 但是在training的時候 每一張圖要重新寫一個architecture 然後興趣區域磁化成也有改 但是參數是不改的 所以在這一張圖的training是產生 產生的參數去建architecture 再training別張圖 然後再參數留下依此類推 訓練的過程可能是有點複雜 但還是可以實現 那興趣區域磁化成是長這樣 在這樣的預測過程 Fest RCNN會比RCNN快 那Fest RCNN和RCNN主要不同是 本來每一張圖先resize再捲機 現在是先捲機 再用興趣區域磁化成做pooling 再用regression做predition 然後結果就可以發現 預測效果其實差不多的 但預測速度快了10倍左右 但這個方法已經被淘汰了 那我們要看一下我們下一篇的paper Fest RCNN 那在看這個paper之前 我們現在做一個比較 那可以看到就是 三個比較 那預測效果其實差不多 這個NAP就是我們在 object detection要看的一個 預測指標 那可以看到它的NAP效果其實都差不多 那我們來看看它的 但是它的速度其實就是 Fest RCNN比RCNN快了25倍 那Fest RCNN又快了10倍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看它的結構 它本來是啟發式搜索 然後做完之後 給CNN做classification和regression Fest RCNN是先做CNN 把高階特徵圖抽出來之後 再做啟發式搜索 再做Classification和regression 好到這邊為止 有沒有發現就是啟發式搜索 其實這個部分是沒有什麼必要的 所以Fest RCNN 就是說我們不再做啟發式搜索 那它做什麼咧 它改做regression proposal 簡單來說就是 啟發式搜索交給了神經網路來學習 讓神經網路來決定哪些區域 來做後面的預測 Fest RCNN Fest RCNN主要創新點 就在於regression proposal Network 它是怎麼做咧 這邊有個卷機神經網路要預測 這個概念很好 但是up size不固定 所以要解決up size不固定的問題 它假設先用2x2的卷機去掃描過 這樣子的話 它是不是一個框 然後再用一個2x3的 然後再用一個3x2的去掃 都去問它是不是一個框 所以那些地方是有框的 我們可以先label 舉例來說高階特徵是8x8 我們總是可以知道有個人的位置在哪裡 那我們可以用這幾個像素來去做預測 假設這邊的框 像素是人 那我們總是可以知道人的位置在哪裡 用這些像素去做個預測 它應該可以預測出來 所以regression proposal 就是要proposal這個東西 那之後的全連接神 就可以根據這個東西 做pooling再去預測 這樣是不是就變成一個分類問題 這樣不就是一個卷機神經網路 可以去做到的事情 掃描完每個框去做個分類 因此我們需要做備好 我們因此 我們需要還要還需要準備幾個毛框 就是我們enco box 那不同的毛框去做掃描 但是毛框還是要去做大小的預測 因為預先定義好的絕對不夠 所以毛框不只要預測這裡 是不是有個框 還要去做regression 預測放大或偏移和偏移 這樣我們就可以先做 region proposal network的training 再把region proposal network做出來的東西 去做CNN 所以它就是一個兩階段的模型 但是它把啟發式搜索拿掉了 所以速度會比較快 也少了候選框要做 這就是fest RCNN 但是它的程式其實不太好寫 所以我們要再交給具開創新的model來做 那這個model叫什麼勒 這個model叫做yolo yolo這個名字取得很好 它的名字叫you only look once 它是希望前面這兩個階段的模型 希望它可以一次做完 所以它希望region proposal可以直接拿來做分類 只是有個可惜的地方 就是如果大物體沒有辦法有更多的資訊 而小物體則可能會不能排除一些資訊 所以準備度會下降 但是速度會比較快 但是yolo還捨棄了原本的anchobus 所以它直接用每一格 就是它捨棄了這個anchobus 它直接用每一格的網格 這個網格 然後它選去做一個每一格的網格格子 是不是 然後去做一個預測 那這樣子的話是不是就會簡單很多了 而且它也不再做一個訊趣區的詞畫 是直接把每一個格子做classification和 regression 但是我們剛剛說大物件是不是會看不到全部的資訊 就是那要怎麼解決咧 我們只要 其實這個很簡單 我們就只要多疊幾個卷積神經網路 就可以看到很多的information 疊深一點 所以對於一個深度神經網路來講 這個高階特徵其實就是全圖的資訊 所以我們可以用格子來預測classification 知道它有沒有這個東西 第二個是知道它的邊界框要怎麼修正 修正有四個參數 包括長、寬、上、下、左右 最後要知道它是什麼 YOLO做的方法大概就是這樣 原本 假設我們原本就是有一張圖 那我們根據我們神經網路設計的時候 設計就是最後 根據我們神經網路最後抽取的高階特徵 就是一個七乘七的一個特徵圖 那我們每一個框 我們就可以去直接預測它的 有沒有物件和邊界資訊 既然我們這樣就可以訓練了 那我們的Label要怎麼設計咧 捲機是怎麼捲機的 那就是捲機就是我們從周圍往中心捲嘛 所以它的邏輯是用 假設我們這台車的中心 所以我們是用這台車的中心位置 就是這一格給它標註的資訊 那這一格就是沒有 沒有這個資訊 那在這個腳踏車的中心位置在這裡 所以這個格有給它一個腳踏車的資訊這樣子 但是如果我們抱著一個小孩 我們的中心 我們的中心 都在同樣一個位置 這樣是不是就會有問題 我們都在肚子的部分有一個同樣的中心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預測 所以一個高階特質 我們可以準備三個框給它 請它預測三個框 預測框是可以制定的 但是這個權重是不share的 那我們要怎麼分配咧 我們是不是可以根據 物體的大小來分配 也就是說 Bus1先找物體最大的 Bus2再找第二大的 依此類推 這樣子的話 model就可以知道 Bus1要找最大的 Bus2雖然可以知道最大的物體 但是它要讓給Bus1 那這樣的data數是蠻好準備的 YOLO相較於RCN系列 就是模型捨去的RegionProposal這個過程 而僅僅用了非常有限的資訊 YOLO就是相較於前面RCN系列 它就是捨去的RegionProposal的過程 那它僅僅用了非常有限的資訊 就可以預測目標框的資訊 以及物件的類別這樣子 那這樣當然 另外捨去了很多資訊 那當然有可能它的準確度 就沒那麼好 那這邊就是要來介紹 要怎麼解決 那有一篇paper叫SSD SSD說用 說是用中間來預測不好 太粗糙了 所以前面我們有提到 一個東西叫做AnkleBus AnkleBus要怎麼應用在這裡 假設圓圖是一個 7x7的一個特徵圖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先做一個 三乘式的分割 但是要怎麼分割勒 很簡單的 我們只要做一個 興趣區域詞化就可以了 預先定義好很多個 興趣區域詞化的結構 然後這邊的paper 它用了五組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還有第五組 分別每個去給它一個Label 然後讓它去預測 它的意思就是 原本的7x7的高階特徵 在這個格子 它 在這個高階特徵 這個格子 它分配給 給假踏車 然後它可能在3x4的某個格子 或是4x3的某個格子 或是4x1的某個格子 都有一個腳踏車的預測 那你會說腳踏車被這麼多東西 預測可不可以 那很簡單啊 我們只要給它一個 機率最高的 就是我們選擇一個機率最高的就好了 除此之外 我們是不是還可以 是不是可以用比較大的size 14x14的大小size去抓一個比較小的物體 然後用一個7x7的去抓一個比較小的物體 所以這個SSD 前面先做基本的捲機 後面再去每個地方去給它一個output 那這樣子我們的準確度就會比優勞好很多 速度也很快 因為它畢竟還是一個階段的模型預測 不用做Region Proposal 所以這跟Faxt RCN最大的差別就是 Faxt RCN跟Region Proposal是預測出來的 SSD是預先定義好的 定義多一點就可以了 這篇paper它的定義就有了8700多個 就是Region Proposal 運算量雖然大一點 但至少它可以一起算 且Model Architecture不用改 那接著它又有一個改進 我們用的是 就是金字塔網路 RutinaNet 那這個RutinaTest 就跟我們前面的Unit其實很像 那我們在我們SSD可以看到 我們的圖是一直往下卷移 越來越小 那這邊是越來越小 那我們知道我們剛才做SegmentationUnit是 先卷移一直到很小 然後再做Deconflation 然後慢慢變大 然後這邊都有一個直通通道 所以這邊一樣的概念 所以它是圓圖先卷移完之後 再做一個Deconflation 慢慢讓它變大 那這邊都會有一個直通通道讓它做一個conflation 那每一個通道完它都會有一個就是class 就是可以去做一個class的預測跟bunding bus的預測 那這樣就是我們的就是金字塔網路 那這也是YOLO的好幾個版本 那到這邊就是YOLO V3 那當然YOLO後續其實還有幾個研究 那有到V4啊V5 那V4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在新聞上有沒有看過 那V4就是我們的中研院所開發出來的一個架構這樣子 那大家就是我們今天的課程其實到這邊了 那大家可以試著回去下載就是這邊有一個語法跟模型 去試著執行就是這個任務 去我們用我們GoCo的dataset去做一個訓練 然後去感受一下就是我們的YOLO預測效果如何 那它就可以抓到就是這個人啊或是手提包的位置 大家就是有有時間 就是大家有時間的話可以去做 那大家再介紹第13課就是下一節課我們會完整的去做 就是object detection YOLO的這個實驗 那大家去看就是下一課要先了解一下 就是每個程式碼都讓它先執行過 那在介紹的時候就會比較比較快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做一兩 馬上 車